好本节课呢我们开始学习另外一个粒子形式就是毛发粒子 我们会一起来学习怎么用毛发粒子种树养花还有长草 我们还是打个上节课那个课件 然后这个山水和这个云叉呢我们暂时把它隐藏掉 好我们shift a新建一个平面 然后呢我们把这边拉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预览窗口 添加毛发粒子很简单哈 我们选择这个平面 然后到这个粒子属性里面点击添加就好了 好这样就有粒子我们选择这个毛发 这个毛发就长出来了 现在有点多哈为了照顾大家电脑我就用500个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用这个毛发来做一些草 其实做草是这个毛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用法 好把这边的左边的这个窗口呢 变成一个预览窗口0进入那个摄像机预览模式 我们现在用的是EV渲染器啊 好我们把鼠标拿到在上面 然后给它拉出来一个小窗口来 我们把下面这个窗口呢变成一个着色器编辑器 我们来给这个平面添加一个图像材质 点击这个原点画BSDF 然后Ctrl T 它会自动给你加这三个材质节点啊 我们选择一张图 大家注意看 它这个毛帽 默认的这个毛帽 是跟着你这个材质颜色走的 你现在是没有颜色吗 都是黑色的吗 你这个草也是黑色的 那我选一张有颜色的图呢 比如说我找这样一张图 你看 那这个草的颜色呢 就跟着这个绿色的深浅去做的 如果换成这样图呢 它就跟这个彩色的这个颜色走 所以这是一个特性啊 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们还是换回到这个草的这个背景 这样看就会自然很多 但这个草怎么看就不像草 我们可以到这个毛发的这个粒子属性里面 我们找了这个字极 我们选择简单型 你看 它马上看着就像草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下面有很多这种可以设置的参数 这个简单型的这个草呢 如果你把它换成这个Cycles渲染的话 会看起来更加明显一点 好 我们滚一下 看近一点 它是一根根 像这样有一个粗度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草 我这边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在blender里面 你有时候会切换这个渲染器嘛 尤其在做粒子的时候 你从EV切换到Cycles 再切换到EV 经常会出现你的粒子消失 或者说有时候你改参数没有用 这可能是一个bug 你就把这个文件保存 然后再打开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说一下简单型的几个比较重点的参数 第一个就是这个凑径里面凑 你把这个醋调到1 那它就是上面集成一团 然后你把它调到-1 它就是下面集成一团 是不是很好用 这样看起来就会像那种感觉了 对不对 但是它是高低起平的 你可以调整这个扭曲 这个草就会自动扭曲起来 好 我们把这个醋和这个形状还是恢复到0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上面的几个参数 我们先把这个长度改小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显示数量和渲染数量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毛发的根数调小一点 从500调到50 这样方便大家去观察 显示数量是你在这个显示器预览的时候看到的数量 你现在设置是50 但是你看起来明显不是50根 对不对 因为它每一根呢 它其实显示了10根 也就是500根 我把这个显示数量调到450 大家看一下 然后现在才是50个这样的色团 实际上每一个呢代表450根 好 我把这个显示数量调到20 不然你电脑会卡死 就是你电脑几斤几两大 还有自己心里有数 不要在那边盲目开大 好 我们F12渲染一下 它看起来明显比刚才那个多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把显示数量调到了20 它渲染数量其实是100 这个是为了让你尽可能的帮你在操作时候 节省你的那个电脑性能 它只在渲染的时候 把它按100来算嘛 平时就按20来算 一般在毛发里面呢 我会把这个高级选项勾选上 它会给你多两个选项 一个是旋转一个是物理 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布朗 你会发现这个毛发会变得更加无规则 布朗其实就是一个连续的 一个随机的一个无规则的一个影响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Numbers改得更大 然后你再稍微加一点布朗 那这个呢 就看起来就更像一个草地了 大家注意你的草要弯曲 你这个段数不能设为1 你设为1的话 它没法弯的 它必须有一些点的支撑才能弯起来 它现在默认是5嘛 好 毛发的基础部分呢 就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这个毛发种树 先把这个粒子系统给关掉 好 我们把这个草地的这个贴图呢 我也不要给它删掉 好 我们来学一下如何利用毛发粒子做大场景 我们先给这个平面新加一个粒子系统 然后选择毛发 好 把这个毛发长度稍微改小一点 然后给这个粒子个数呢 改到50 不要那么多 你电脑受不了 好 其实这每一根柱子呢 都可以变成一个物体 我们点到这个渲染 现在目前它是走的路径 你把这个路径改成物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物体了 好 我先把这个窗口整理一下 我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窗口 好 就保留了一个视图窗口 然后呢 我们选择咱们这个平面 然后这边我准备了一些素材 比如说这个松树 你可以把这个吸管吸下这个松树 那你可以推进看一下 咱们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毛发粒子呢 都变成了松树 你还可以在这边直接选择 就是你之前的其他的模型 用这个树也可以 你还可以把它换成一朵花 我们这边还给你一个花的模型 现在看不出来哈 你需要把这个搜放稍微调大一点 这个花就出来 但它这个方向明显也是不对的 我们等会再讲 我们把它换成树 把搜放放小一点 那怎么把这个树给掰正呢 那首先第一步呢 你要先把这个物体旋转的选项给勾选上 那第二步呢 你要找到你之前的这个模型 它现在是站着的嘛 你要把它掰倒 那怎么掰呢 你选中的这棵树哈 一切换到正式图 你把它绕着Y轴 R像这样旋转 旋转个90度 你可以按着Ctrl旋转哈 这样会有一个吸附作用 比较容易控制 哎 你看当你的这个树倒了之后呢 你这个粒子的树反而站起来了 它是一个反的作用哈 好 我们把这个树呢 换成另外一个模型吧 换成那个苹果树 就是这个圆的树 然后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它现在也是倒的嘛 我把这个松树S凑小一下哈 这个有点碍眼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苹果树给掰正 那具体怎么掰呢 我看过很多教程 好像在这一块都没有讲清楚的 我自己想了一个八字口诀 方便大家去记忆 这个八字口诀呢 就是局部检查 正V正X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局部呢 就代表你要在这个局部坐标的体系下 先看一下你这个物体的这个局部坐标 是不是很深字正 深字正呢 就是说它的V轴是往上的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轴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把这个轴给打开 好 有了这三个轴呢 你就比较好观察 你这个模型有没有被旋转过了 我们现在是在全局坐标下嘛 所以你这个树呢 无论怎么旋转 它的这个XYZ呢 都指向这个全局坐标的XYZ 它是不会变的 但是你把它换成局部坐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按照E切换到正式图哈 我们把这个树绕着Y轴旋转个90度 你看这个时候呢 在局部坐标下 你旋转你的物体的话 你的这个局部坐标轴 是跟着你这个物体走的 所以你看你这个蓝色的这个Z轴呢 已经倒下来了 它现在指向的是X轴的正方向 所以当你的局部坐标的正Z 指向正X的方向的时候 也就正X的方向的时候 你的粒子那就会立起来 但是你会发现咱们这些树呢 它的这个旋转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比较死板 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树旋转一下呢 你要先勾选这个高级 就是我们一般选毛发哈 这个高级是必勾的 它会给你一个旋转的选项 你勾选它 这个相位呢 是控制所有树的旋转的 这个随机化呢 是控制每个树的旋转的角度 随机化的 好 你不要改上面这个随机 上面这个随机没什么用 你要改下面这个随机化阶段 勾选这个高级之后呢 你还会多一个物理的选项 这里边有一个布朗运动 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布朗呢 让你这些栗子呢 有一些随机化的新变 跟那个草是一样的道理哈 就是你这些草变成了你的模型树 好 我们回到这个渲染哈 渲染里面 你可以通过这个缩放的随机化呢 可以给你这些每一棵树呢 增加一些随机的缩放 上面这个缩放是把整体缩放 下面这个随机性呢 它是给你一些随机的缩放 好 这个栗子设置完之后呢 你觉得比较满意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栗子改一个名保存起来 我们改成一个tree的名字吧 等会我们会用到 好 这个平面我们可以x删掉了 不需要了 我们把这个删水打开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咱们这个绿色的山增加一些粒子 直接在这边添加一个粒子 然后呢 我们就不设置了 我们刚才不是保存了一个tree的一个设置吗 你去找到它 这些树都已经出来了 但它有点太少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它的这个数量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增加它这个渲染的这个缩放 对吧 这些树就起来了 但这些树现在对应的方向呢 全部是它的法线方向 它是垂直着每一个面长的啊 那我们怎么让这些树能够朝上长呢 也就是z方向长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找到它这个旋转 它目前呢 是默认这个毛发的方向 也就是法向的方向 你可以把这个法向变成全局z 也就是世界坐标的z方向 然后这些树就全部就正起来了 对吧 好 这个毛发粒子和咱们那个发射体粒子一样 你除了把这个渲染用物体之外呢 你还可以渲染集合 好 我们选择集合 好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树的集合 这个树的集合里面 我放了两棵树哈 一棵苹果树 一棵松树 那你看 那从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这个线上就有两种树了 对吧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搜放哈 就好多新人在看到这个blender的毛发系统的时候会很担心说怎么这么多参数要去记啊 实际上你记得并不多哈 你把这个高级肯定是要构选上的高级构选上之后呢 其实你就关注三个type就好了 一个是物理 一个是渲染 一个就是旋转 这三个呢 是你需要调的东西最多的地方 好 我们把这个山水隐藏掉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案例 我在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模型 等会咱们会都会用到啊 我们先shift a 新建一个金尾球 然后我们type进入编辑模式 我把这个透视模式打开哈 然后一切换到正式图 我把下面的这一半呢 一大半呢 给把它删掉 好 我们type退出这个编辑模式 我们给这个 这一半的这个球呢 增加一个粒子系统 好 点击这个加号 增加一个粒子系统 然后改成毛发 然后把这个高级给构选上哈 我们找到渲染 把这个渲染改成物体 好 改成物体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吸管 吸一下这个花呢 它会变成一个花球 但是这个花球 这花的这个方向 可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改方向 改方向怎么改呢 还是那个八字口诀 首先是局部检查 我们要切换到这个局部坐标 看一下它这个局部坐标 Z轴是往上的 或者你可以检查这里哈 就是这里的旋转 是不是都是零 就是没有被旋转过 你在做模型的时候 尽量按照这个视觉习惯哈 就让你这个模型的这个 这个Z轴是往上的 局部检查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旋转了 旋转怎么旋转了 你可以R 然后让它这个正Z轴 转向它的正X轴 就是正Z正X就是这个意思哈 就是正Z轴 蓝色的正Z轴 指向这个正X的方向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问题出来了啊 你这个花 并没有跟着你这个东西转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小检查了另外一样东西 你要把这个粒子系统 这个渲染下面这个物体旋转要构选上 你看一构选上它这个方向马上就对了 对吧 你可以F12渲染看一下啊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花球的效果 这些花可以替换成其他的集合啊 好我们把这个渲染的物体变成集合 然后我们选择花 然后咱们这个集合里面的所有花都会在上面 但是它现在的方向是有点不对哈 因为有几个我们没有转 好我们把这个集合给删掉 我们给它换一种花 好我们把这个集合还是改成物体啊 然后我们用这吸管吸一下这样的一朵花 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个花球 但有同学可能发现了 我们刚才吸的是一朵粉色的花 但是这个花的颜色呢 会有蓝色黄色 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等会我们再讲啊 我们先把这个花的这个方向搞对 好我们先局部检查一下啊 第一个这个旋转勾线上了 然后呢局部坐标 Z轴往上 这边都是零没有问题 然后呢第二步 正Z正X 让它正Z方向指向它的正X方向旋转一下啊 90度 好那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花球 那这样就对了嘛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球的这个粒子个数减小一点啊 这样看起来就清楚一点 好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花的生长方向呢 你要到这个旋转里面 然后把这个改成法向 法向呢就是沿着每个面垂直的方向啊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换成全局Z 那它这样的话就是呃找着Z方向去成长 我还是换成法向吧 法向看起来要好看一点 好我们给这个粒子命一个名啊 Flower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粒子给删掉了 我们用这个我们就用这个锅 再做另外一个东西吧 我们TAP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A全选SZ Z方向上把它压扁 好我们TAP退出咱们这个编辑模式 然后把它往下拉 好我们再给它新添加一个粒子系统 我们来做一个草丛 选择毛发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高级给勾选上哈 我们找到这个渲染 把这个渲染呢改成呃物体 我用这个吸管吸下这个树叶 那现在这个树叶的方向是不对的嘛 所以我要把这个树叶旋转一下 渲染之前呢我们要检查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你这个这个粒子的这个物体 旋转要勾选上对不对 第二个你要选择这个树叶 要要保证它的这个旋转都是零 然后它是局部坐标的Z往上的对吧 好为了方便观察把树叶记落到这边来 好然后开始给它旋转 好我们一切换了正式图 然后R给它旋转个90度 你可以按着Ctrl哈 它会有个吸附 然后当你这个树叶倒的时候呢 你这个粒子的树叶呢就站起来了 你可以把这个色放调大一点 它这个方向是不太对的 不自然的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树叶稍微减少一点 这样看起来更加清楚一些啊 好现在目前这个树叶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哈 所以呢你可以到这个旋转里面 好你不要调这个相位啊 这个相位是控制所有离子一起转的 你达不到你的目的 你要调这个轴向 你把这个轴向呢调成 呃 法向试一下 哦 你调成法向之后呢 你这个叶子就对了嘛 它至少是按照法向的面去选择每个叶子的方向的 好现在这个叶子都是朝外弯哈 你可以把这个相位改成正一 哦 它就是朝里弯了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去做荷花这类东西啊 你还可以调这个随机化 那你看这样的话每个叶子旋转的角度就不一样 这个有点像真实世界里面草的那个杂论的样子嘛 你还可以调这个渲染里面的缩放的随机性 那这样的话每个叶子长短也会不一样 那这个就更真了嘛 好接下来我可以把这个叶子换成刚才咱们做的那个花啊 我来讲一下这个花的五颜六色是怎么做的啊 我给拉出一个窗口 我们找到这个呃 着色器编辑器我来讲一下它的节点 好我们来点击刚才咱们做粒子的那朵花 我们来转重讲一下它的它的节点构成哈 它多了两个节点哈 第一个是物体信息这个信息这个节点呢 是在这个输入里面 然后它还多了一个颜色渐变 它把这个物体信息的这个随机呢 输入给这个颜色渐变的系数 然后呢 它就会 哎 用这个颜色渐变来控制你这个花的这个比例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橙色部分加多 你看到没有这个花更多的就是橙色的部分 然后呢 呃 紫和蓝黄的部分就很少 这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哈 因为这朵花其实是有树叶的 这里面我是给它加了好几种呃 材质的 我只是用这个flower这个材质是控制 控制这些花朵的颜色 好有同学可能还没有听明白 我换个例子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找到刚才咱们做的那个山水 就是那里面有很多树的那个模型 好我们选择这个山哈 现在它是有两种树 我把这个还是换成集合吧 我们用这个苹果树作为它的粒子 我们找到它的粒子系统 然后我们到渲染 把这个集合呢 换成物体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苹果树作为它的粒子 那现在只有一种树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找到这个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的这个材质是什么构成的 我们选择这个树哈 然后我们到这个材质属性里面 看到它里面有两个材质的 你type进入编辑模式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树叶呢 是一种材质 就是这个绿色的材质 你可以选择这个绿色材质 你可以把这个绿色变成紫色 你会发现 这个所有的树叶呢 就变成紫色了 就说明呢 这个材质11呢 是控制这个树叶的颜色的材质 好 我们选择这个材质011 然后我们在这边添加个节点 物理信息 然后呢 我们在shift a 添加另外一个节点 颜色渐变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 输入给这个基础色 那这个树叶的颜色呢 就会变成一个 从黑到白的一个渐变 然后你把这个随机性给这个系数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从黑到白的一个渐变 有的地方是灰的嘛 你可以把这个黑的变成其他颜色 比如说变成一个棕色 然后这个白的呢 变成另外一个颜色 它就会显示一个 从棕到一个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渐变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线性变成长直 它就没有中间的直了 它就全部都是你选的这个颜色 就两种颜色 长直就是中间没有这个过渡地带 它就是你给它什么颜色 就给什么颜色 比如说现在给它一个紫色 那就是三个颜色 然后再给它一个什么颜色 粉红吧 那就是四个颜色 对吧 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理解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大家把它学下来 就是你以后 你想用一个模型 然后你让这个模型 呈现不同的这种颜色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两个直线来实现 好 例子片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 会做一个练习 来结束我们的例子片 那我们下段课再见咯 cut tip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